哈喽,大家好,我是欣宇 上一次去西藏啊,我是开着房车出去的 我这个小轿车整整在家放了三个月 后来啊,我回来以后发现我的前车牌子 一共是四个螺丝钉,现在只剩下两个了 而且呢,这个车牌子啊,还被弯曲过 后来好像是被平了 还有两边的保险杠啊,还有点往外翻的感觉 后来啊,我问的我朋友 因为我这三个月不在家呀 只有我朋友开过我这个小轿车 然后问完他以后呢,他告诉我 我这个车呀,之前被追尾了 他没有走我这个车的保险 他花了三千多块钱,然后把我这个车给修好了 他说呀,他追尾了一台丰田坦途 就是那种高大高大的皮卡 还带流氓钩的 刚穿完的时候啊,还挺严重的 水箱呢,都已经创瘪了 两边保险杠呢,都已经凹进去了 前面的鸡盖子都已经翻起来了 他把当时转完的照片呢,都已经给我发过来了 说实话,我还是真的挺心疼的 现在呢,已经完全修复好了 也看不出来了 我现在下去看一看,转完呢,和以前有什么区别 下雨的 现在站在远处看呢,和之前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进处看呢,保险杆嘛,和这儿是有很大的缝隙的 这儿呢,是撅出来的 这儿呢,是凹进去的 特别明显啊 鸡盖子呢,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再看看另一面 这儿灯啊,这里啊,是凹进去的 之前的大灯都换过 车牌子呢,也是坏的 当时啊,流氓钩可能怼的就是这个位置 还挺深的 牌子下面的螺丝啊,也没有安 可能是丢了,我们再看看里面有没有修复过的痕迹 这么看呢,目前看不出来有任何修复过的痕迹 风扇呢,应该是受损最严重的位置 现在呀,是看不出来 看图片呢,这个位置应该是创货进去那个位置 是受损最严重的 现在呀,也完全看不出来了 这个保险杠啊,应该就是我原始的保险杠 装完以后呢,它们进行修复了 因为呀,我这么看呢 还是有点不严 还是有缝隙的 我朋友说,这两个灯呢,是新换的新灯 这回呀,我的车应该算是事故车了 本来国产的车呀,就不是很保值 现在呀,更不保值了 问题呀,也不大 反正不细看,也看不出来 也跟新车一样 我朋友说啊,也挺不好意思的 当时呢,也没有走我的保险 他呢,一共花了三千块钱 给我修的车 因为呀,他怕我用我保险之后啊 来年的保险呢,就涨价了 这个位置啊,还是有点问题 一摁的时候啊,有点嘎嘣嘎嘣小 大家对借车这个问题呢 是如何看待的呢 因为呀,当时没有看到 车被撞的样子 所以呢,也没有那么心疼 大家再帮我评估一下 我现在呢,这台车还能值多少钱 因为我这个车呀 是正好三年的车 一共开了四万七千公里 这是一台极力远景的车 我这个车一共开了三年 从来没有出过事故 哎呀,被我朋友 给弄成事故车了 今天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这儿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